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听着可爱多了 这叫遗伤往外 你忘了吗 我和吴居兰的婚礼就定在后天 等等等等 这情况变化太快了吧 我 我脑子都转不过来 哦 你们两个都得给我做伴娘伴郎 就这么说定了 吴居兰只剩下两周时间 你确定要嫁给她 就是因为时间不多了 所以才着急办婚礼吗 小罗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你打算刚一结婚就当寡妇 我就算当寡妇 我也要嫁给她 小罗 你是不是冷静下来 仔细考虑一下 谢谢您的好意 我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将来在没有她的日子里 我想去回忆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我不想她离开的时候留一些遗憾 我得走了 还有好多勤奸要送呢 小罗啊 你的命太苦了 竟然爱上了一条鱼 还是条短命的鱼 你爱上条短命鱼也就罢了 偏偏你还那么缺心眼 大头 我和吴居兰要结婚了 恭喜啊 挺好的 挺好 精力这么多 终于在一起了 大头 谢谢你 你对我和吴居兰的事 那么宽容大度 过去是我太小气了 别往心里去 咱们还是好朋友吗 话再说下去 好像有点矫情了 行了 请一天我也给你了 那我先走了 到时候你带上不言一起来 放心 我到时候已经会备上一份大礼 战长 战长 我真的着急 您得给我解决啊 这事到底怎么办 对对对 别着急一定说 哎呀 你再给我先说 我先说 战长 战长 真是中了鞋了 我家的鸡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给咬死了 是啊 战长 我家鸡野草 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家的鸡也是 你们家也是 他们家也是 对 你看 我宿的这边 还有个这么大的爪印 不知道是被什么野兽给抓的 战长 战长 您说这事到底怎么办吧 您总得想想办吧 不会啊 他现在敢去想想办吧 我确了他 我确了他 您真的打算跟小罗结婚 小罗突然向我求婚 我拗不过他 便答应了他 但是 但是 虽然我下了决定 心里去唐他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 对他来说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也不知道我大仙到来的那天 该怎么开口跟他解释 其实 小罗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那天我跟江医生说话 不小心被他听见了 小罗是在知道你大仙将至之后 才决定要嫁给你 向你求婚的 我明白一个女人 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和多么深沉的爱 在您愿意为小罗牺牲的同时 在您愿意为小罗牺牲的同时 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呼应着你的爱 其实你跟小罗 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但都彼此善意地隐瞒 在剩下的短暂时光里 请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度过 解放 对了 就这样 看 放在里面 小龙 如果我可以和你一起摆脱到老的活一次 该有多好 不用活得浑浑烈烈 平平凡凡的就好 可惜 我做不到 对不起 阿姨 就你一个人来啊 是啊 这家里人都忙 所以就让我来当代表了 再说了 这小罗恋爱也没告诉我们呢 这说明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放在眼里 这倒好 突然打了个电话来 说自己要结婚了 我活了这把岁数了 还是头一回听说的 急事急了点 现在不是流行闪婚吗 还闪婚呢 他自个儿都不把恋爱结婚再回事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又何必放在心上 来 来 来 我帮你拿啊 来 你是干什么的 我啊 我在海岛医院工作 医生啊 什么科医生 精神科 还行啊 工作还可 华德拉草荣业 曼德拉草荣业 这是什么呀 别名读生茄 像羊花 和读苹果 含有大量的有毒成分 常被药剂师们当作制作毒药的主要材料 来 那你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阿姨啊 你问东问西问一路了 我赚多少钱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这怎么会没关系啊 关系很大好不好 将来我跟你爸年纪大了 还要你跟沈罗负责赡养我们的呀 我来赡养你们呀 啊 你弄错了 我又不是你女婿 弄了半天不是你呀 我什么时候说是我了 我是沈罗的发小 这不是你 你跟我叨叨一路干什么呀 你这人真逗 哪儿是我跟您叨叨 是您跟我叨叨 哎哎哎 就是她 她 她 哎 她就是您准女婿 怎么样 摔吧 我摸得走了 走走走走走哪儿去 你这刚来 阿姨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 她 不是人 她是妖怪 我亲眼看见她 她下半截像人 下半截像鱼 还长一嘴白色色的疗牙 不知道会不会吃人 嗯 小罗 这样 你让阿姨去我那儿待会儿 我跟阿姨聊聊 我那儿空气好 好好好 去去去 去去你那儿 走走走 去我那儿去我那儿 哎 走走 走 来来来 快 哎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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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般来说呀 您这种情况 在临床的诊治中 是极其常见的 四分之三的精神分裂者 都有您这样的症状 等等 什么精神分裂 你们两个怀疑我脑子有毛病啊 那家伙真的是个怪物 是我亲眼看见的 没错 即使医生指出患者所说的事 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患者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幻想 根据您的表现 您得的应该是妄想型精神分裂 该病的患者 大都有多疑 迟钝 不相信别人 妒忌心强 对人刻薄 总是喜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而且发病者 大多是你这个年纪的居多 我看到的 真的是幻觉 阿姨 得了病不可怕 不还有我们俩吗 你的病包在我们身上了 幻觉 他发生事情 谁敢命 用来 不想复杂 可以 而谁 他 走 怎么了 这是一瓶毒药 我已经查证过了 你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这是之前安佐寄存在我这儿的 崔姐忙一直忘了处理 你正好提醒我了 我现在就去倒点 放心了吧 小罗和吴俊兰要结婚了 请姐都给我了 这么快 他俩就要结婚了 有情人终称眷属 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还不抓紧时间赶紧去挑衣服 参加婚礼的时候 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不能输给小罗 当然了 快去吧 好 走了 没事啊 阿姨 来来来来 放心吧 不用担心 小罗 阿姨来了 阿姨 你回来了 吃饭 来来来 快来吃饭吧 阿姨 不是跟你都说了吗 你那是幻觉 都是假的 你别信以为真了 好 行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要真有什么事的话 您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行 那我先走了 拜拜 阿姨 阿姨 吴吉兰手艺可好了 赶紧来尝尝 来尝尝 这一个大男人 光辉做饭 算什么本事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和小罗做些小生意 主要卖一些海岛上的工艺品 那你父母呢 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我现在是一个人 都打算跟小罗结婚了 那房子和车 总该买了吧 我们结婚后就住在这儿 反正岛上也不大嘛 车子也没必要 这弄了半天 也是个吃软饭的呀 就仗着自己长得好看 用美男计 把我们家小罗迷的神魂 点倒是不是 我没有用什么美男计 是我到这五居兰 我主动跟他求婚呢 你 我说你这丫头傻吗 这铁着脸 到这一个男的也就算了 还追了个吃软饭 我真是被你气死 要不是看在你爸的份上 我才懒得管你 你这十几年都对我不闻不问 现在倒把我当家人了 我还不是怕你吃亏 我可把宠话说在前头 这人是你自己挑的 事前也没经我跟你爸的同意 这几会以后 可别在我们这儿在哭穷 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救济你们 你想多了 最好是我想多了 吃软饭的 我口价还挺大 吴俱兰 怎么了 床又不好睡了 进来吧 怎么回事啊你 一个姑娘家的大晚上的 往男人屋里钻 像什么话呀 这伤风败俗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你让我跟你爸的脸往哪儿搁啊 阿姨 阿姨什么阿姨 跟我回去 不想坏 不想坏 姑娘家家的 要懂得自爱 怎么能这样 我 是我 我 昨晚我后妈一直在给我洗脑 说什么趁现在没结婚后悔还来得及 要是真嫁给你这样的人 以后肯定会有苦头吃的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 我就是要死心塌地地跟着吴俊兰啊 不管他有钱还是没有钱 是怎么样的人 就算跟着他要吃苦头 我都喜欢他 非他不可 你怎么那么傻 我才不傻呢 我男朋友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 又有内涵还能打 还是个富可敌国的王子 我可是全天下最精明的姑娘了 说得好 从减神出现的伙论 又出现的伙计 那又有内涵 跟着我看 所以硬要打 我这只要大侠的伙计 您是否 要赢了 你怎么会 我现在是否 你怎么过 我是她在美国的管家 请问您是 我是沈楼的妈妈 您好 既然吴居兰不在 我想麻烦您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她 那我先走了 我会和她在联系的 没想到这个吃软饭的人 穷得连房子和车子都买不起 居然还有管家 还是个美国管家 这事实在是太诡异了 第七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八九 十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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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 所以太简单换了 esa 再ker 粉 一只 一只 哎呀 ranch 币 现在一刀一刀地痛死我 从小就因为我家里穷 没有人在乎 他们打我 骗我 肆意地侮辱我 直到你的出现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母亲 还有一个女人这么在乎 从那时候我就发誓 我周不温这辈子 要永远地保护你 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出人头地 让你过上好日子 都是这个吴俊兰 如果不是他的出现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小陆迪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你的 我不会 永远都不会 你还敢说你不惦记什么 我告诉你 我的事情你最好少管 你根本就不喜欢不言 你为什么还要骗他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长能耐了是吗 敢跟我这么说话 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就跟猪一样 猪不言就算被我玩腻了 也怎么都轮不到你 跟我下来一趟 那没了 走 走 你这点脏车抖了出去 但你也欺人太适了吧 长能耐了是吧 跟我好 我擦胖尿照着自己德行 永远是出去喊啊 看别人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但有一样你来不到我头上 沈罗爷爷走失那天 我恰恰在树林里 我亲眼看到你气死的沈罗爷爷 你敢跟踪我 空口无凭 谁会相信你 refugee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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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爷爷 什么药 隔代 吃这个 吃起来 三 三粒 药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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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爷爷 爷爷 我是真心爱小罗的 我答应你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 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隔 你安心的去吧 啊 你要不是发现我偷东西 我不会这么做的 好 爷爷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小罗的 爷爷 爷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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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消费证据是吧 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小楼不愿意跟我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这么对我 我爱一个人有错吗 我们俩做一个交易 这都是你教我的 什么交易 你爱你的沈罗 我追我的路言 你永远也不要让我知道你在伤害周古言 否则我让全镇的人 看到这个视频 特别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沈罗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 Riggs打电话给我 邀请我来参加他和沈罗的 婚礼 只有十几天而已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看着 Riggs和杜晓琳的后人成为夫妻 奶奶 沈罗是在知道Riggs大限将至之后 才决定嫁给她的 虽然沈罗是杜晓琳的后人 虽然他们两个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该在一起的两个人 可他们突破一切困难 坚持走到这一步 他们向我们证明了 原来真爱是可以超越世间一切的 奶奶 虽然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娇人 尽量延续娇人的生命 但事到如今 我想我们能做的 就是尊重Riggs的选择 祝福他和沈罗 对了 这是安佐临走前留给我的 您帮我把它销毁吧 来 这个花药全部搭上去啊 来 这个花药全部搭上去啊 全部 全部弄上去 对 这上面也有 快点啊 快点 快点 还这么磨叽 这个木棍全部都不能漏出来啊 这样吗 对 把它绕过来 全部绕过来 来 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对 这边拉一下 来 这儿这儿这儿 过来啦 对 你过来 过来 这儿 怎么那么笨啊你 你们回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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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来 快坐 来 来 喝杯热茶 对 对 对 别看我呀 喝呀 我们走的时候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这 这能有什么事啊 对了 那个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对 原来如此啊 小吴啊 我第一次看见你 就知道你不是凡人 小吴小吴 连称呼都换了 叫得挺亲密的嘛 你懂什么 别插嘴 我话还没说完 你们怎么就走了呀 新郎 请问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 愿意愿意 一百个愿意 江医生 你好像讲错词了 你个伴郎 你愿意什么也愿意 情不自禁嘛 亮亮 你今天穿这一身 真好看 你说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也能像小罗和吴俱兰那样 成为今天的主角呀 按照你的表现 应该快的 真的啊 江医生 我们还在排练呢 待会儿大家伙小心点啊 好好好 知道了 镇长 你们这么多人干吗去 这最近这些天啊 镇长不是接连发生 家畜被袭的事情吗 大家怀疑啊 这个大概是山上的野兽干的 我带些人去看一下 行 那你们去吧 路上 小心点 走了 小心点啊 好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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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我穿这件礼服去参加婚礼 你觉得好不好看 好看 你有新事儿 是吗 没有 你告诉我嘛 你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啊 没什么 最近有个手下背叛了我 还敢要挟我 那现在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 我哪会这么容易 让他牵着我的鼻子走 他不仅赢不了我 而且还会为此付出代价 哥 我对你有信心 这是一瓶毒药 我已经查证过了 你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这是之前安佐记存在我这儿 最近忙一直忘了处理 还有你正好提醒我 我现在就去道歉 不过你 吴巨岚 今天是您が先的日子 我给你背了一份大礼 绝对让你的婚礼 有事难忘 冰箱 冰箱 这是你今天的药 这些药剂 只能稍稍缓解您的痛苦 却没有办法治愈您的疾病 我们的家族 努力了一百多年 还是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救你 别这么说 在我决定要放弃灵珠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预料到 会有今天上午的结局了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自己承担后果 这个辣子 我只希望最后的日子 能让小罗开开心心地过 一静 in themarkment arqu照 还会却却却却 总使 specifics 这有一种 因为学校 Aunque 决定是他们的 要确定是我们二日子 咱们varon 吴俊兰 吴俊兰 怎么是你啊 不是我是谁啊 门口就听见你喊了 你一个女孩子 能不能矜持一点 想人想疯了 你少啰嗦 你看到吴俊兰没有 我还真没看见 你说吴俊兰会不会后悔了 嫌弃你长得丑 就毁婚了呀 江医师 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嘛 那吴俊兰一大早 就去海边准备了 你干吗呀 让你刚才耍我 吴俊兰 恭喜你了 今天是你和小罗大喜的日子 我从心里 忠心地祝福你们 来 我敬你一杯 我知道 之前 是我做得有点过分 对不起 我先干为敬 今天是小罗邀请我来的 就算是不看她的面子 也不要为难她 我当然不会为难小罗 你的祝福我收下了 但是 喝酒无事 今天是我的大日子 这杯酒 我改天再喝吧 我改天再喝吧 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弄好没 你还别说啊 我们家小罗这么一打扮呀 还真是有几分姿色啊 这么说来的话 吴俊兰也没看错眼吧 江医生 你才看错眼呢 我沈罗不打扮就国色天香 清国清城好不好 不打扮还清国清城呢 清国清国 好了 别拉 怎么办 都醉了 会不会很不吉利啊 什么不吉利啊 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这好兆头才对啊 都怪你 小罗 小罗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不小心弄破而已 走吧 婚礼马上开始了 赶紧走赶紧走 别耽误正事啊 走 曾经我用力的许愿 一个人走遍天空海阔的世界 后来发现 后来发现 只要守在你身边 在荒凉残缺的季节 也有浪漫心愿 征远征 征征 征征着一颗遥远的星光 相遥远 相遇是这好的光芒 一颗更明亮 征征下一颗明亮的目光 相遥远 相遇哪怕是梦一场 我们相拥着不足一生 注意影响 大家都在看吗 那就让他们看吧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去吧 你怎么了 对不起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对不起 你怎么对不起 你怎么对不起 我怎么做 你x似的 你什么意思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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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快走了 你们不会有事的 有事的是吴俊兰 坐 吴俊兰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管我 吴俊兰 吴俊兰 小毛 相信我 吴俊兰不会有事的 小毛 你这个时候跟过去 只会天乱的 还是天亮亮的吧 太多 吴俊兰 吴俊兰 我们回去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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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就好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走呢 再不走 再不走 就会被那怪物吃掉它 哪有什么怪物啊 是不是你又产生幻觉了呀 你们这一个两个的 都当我是傻子啊 走开 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吴俊兰他的确不是 他不仅不是人 而且 他也吃人不眨眼啊 所以 我劝你最后老实点 刚才你看见的 一个字也不去往外说 不 要不然的话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吴俊兰也会把你找出来 然后 爸 爸 一口把你给吞了 知不知道 这 这 这 说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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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走 等着我送你啊 不不不 走 走 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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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有看到 而且他的手 还长出那么长的爪子样 等你爪子下去 肚子都要被抓穿了呀 好好好 我找大家来啊 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是镇长呀 我们都要听你的 我也活了好几十年了 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时半会儿的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呀 我说这事很简单 把怪物赶走不就完了吗 赶走 赶走他 赶走 可是这个吴俊兰 也没有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吧 要是咱们就这么 把他赶走了 会不会太霸道了 谁说没有啊 胖姑娘我问你 你之前说你们家的鸡 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肚子上还有一个 这么大的爪印 有这事吧 有 我们家的鸡 就是这么死的 你们谁家还有这种情况 我家 我家 好多人家都有 我们家的鸡 也死了好几只 那你们说 在吴俊兰来之前 咱们这儿发生过 这种事情吗 真没这些 那不就结了吗 把那怪物赶走不就行了 对对对 这是他干的 赶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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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那个咱们大家 现在就去找那个沈罗 把那个事问清楚 如果家出遇袭的事 真的和那个吴俊兰有关系 我向大家保证 一定会把他们赶出海岛 好 赶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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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亮了吗 找到无计来了没有 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们会继续找 不知道了